大家好 非常高兴参加今年的 生命的微光工艺演讲 对我这样一个看病的大夫来说 生命的微光无一就是生命的希望 我出生于1936年 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小时候日军轰炸摧毁我家的房屋 把我困在废墟之中 幸好外婆冒着炮火找到了我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了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 应该说在我从医60多年里 我遇到了很多为生存而坚持的 病人和家庭 也遇到很多为生命而奋斗的医务人员 生命可以被摧毁 但不能够被打败 不论是抗击非典 抗击新冠 还是面对其他大大小小的疾病 身处苦难中的一个个平凡人 正是以向死而生的无畏 点燃了生命的微光 照亮了家庭的希望 凝聚了国家的力量 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 病毒也不断在变异 但是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去战胜它 因为我们有着共克时间 共创未来的中国担当 再过几天 就是中国农历新年了 在这里我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我相信生命的微光 必将能穿云破雾 必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万家灯火 共团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